好 这个讲者来到第三轮面示 今天6月22日也挺神秘 因为娱乐新闻台似乎没有进行门口直播 但记者当然在现场守候 然后似乎这次派了一些助理或负责人出来挡折记者 以免问路回答错了 而且似乎每个都拿行李箱 包括纸船因为行李箱在镜外 似乎都一定要带更多的晚装各种各样的服装 来试证每个 今次有26个佳麗 我们逐一来看看 当然四大佳麗 似乎是黄二言 黄敏慈 紫船 和 Juliana 其实上次已经见到她有份量 一直投几次 很危险 这次一下车 扮一声准一声几乎跌出来的那只 和港超大的珍珠 被盖住 下去看一看 我们逐个就先看看黄敏慈 上次的装线略嫌是不知怎样的 化到有些是这样的震样 第一次就说化得太狠 变成了整容 来到今次 包括发型都是疏下来 没有扎计的那些 很清纯 第一次 下面还有一幅相 第一次 电端一点 有点少 还有唇 鼻子 鼻子 眼线轮廓 全部画得挺深的 这次全都滑了 包括眉 也适量地做了一些修改 眼妆也比上一次 淡了一点 没有那么厚 眼袋也遮得不错 包括唇膏也是比上一次淡一点 整件事出来是挺清纯的 而且穿了一套 蓝紫色 长裙也挺漂亮的 下面有点圈 而且鞋 其实我经常说 鞋才是最重要的 这裏配得挺好的 其实整件事搭配 但也无需再拿些名贵包 这次真的来博实了 因为Indo 就直接进去 你看到挺清纯 又有一种不同的感觉 三次三次不同的感觉 而上一次就是事后 他的同学分享了一些 应该初中时候的照片 扎过妈边 其实已经有点点现在的感觉 点点他第一次的感觉 这次醒目了 其实有时候钱足够 事先一早设定化妆师在家里 你怎样也好 帮他化妆师在家里 化妆师在家里 化妆师在家里 再过来 不要自己教 你看到他第一次 软软的 都立即 烫直一点 头发 这次是不错的 整个感觉 全部看完 整个大整体 相当得体 应该可以进去的 紫船也是继续展现清纯的路线 可爱就没有了 可爱就没有了 第一次大家还看到 米黄色配搭靓袋 颜色配搭一绝 这次也继续是这种浅色系 下身裙也挺漂亮的 其实还露了一个低胸的服装 他说 反正进去后 稍后都会换泳衣 穿这件会比较方便 同样也是很大机会 冲击到最后 起码十强五强 看看会不会可以 因为这次也挺强的 实力 他们比较焦点 所以被封为IU女神 还有逢盈影2.0 原因就是 他读逢盈影的营养学 现在21岁 大把世界 还有江苏姑娘 王怡然 同样21岁 成熟很多 Lin 又说被称为Q版阿莎 但是身形高很多 就是那个 不懂说广东话 但是实在 身形 气质 样貌 各方面都是相当不错 继续贯彻 深色的色系来到 没有什么名牌手袋 但是他手上的 不知道是不是名牌 没有特别 跟上一次改动了 但是似乎是再 瘦了一点 那个锁骨 更加明显 继续 而且妆也有少少 跟上一次不同了 整体来说 没有太大一个改动 也是更符合了 这里见到 有工作人员 立即下来 拿行李箱 因为怕他们 每个人都穿一件晚装过来 要换好衣服 但你看到这次的行李箱 肯定是不简单的 而且似乎好像没有太多记者 没有做直播 看不清楚 就护行着让他进去 不想回答问题 不回答问题 我相信应该是没有回答问题 这个也是小红书 有不错的粉丝 一些粉丝群 继续回答之前的一些截图 这次来到 哇 厉害了 Juliana Hanuk 第一次包含 原来是包含不住的 真是 只包含不住火 这次来了 真是博杀格 因为这次入到 真的入了 其实他第二次已经见到 哇 也挺厉害的 这次继续都是黑白是人 但是外边应该是个外套 就是保暖和轻轻遮住 同样拿个大行李箱 可能要穿旗袍 旗袍好像自己自备 都挺厉害的 还未入围 已经是要费很多 这些洗肺了 还有有些可能 不是什么贯袋 可以去名牌店 即是二手店 都去买过 充餐下 他很寒屋 这个 这次就疏回来 他第一次扎住 疏回来 也是有另一种感觉 但是 哇 他这个身材 不得了 如果进到 应该很大机会 进到 那些泳仓环节 他是风头顿 似乎是他最霸道 那个身材 最夸张 大家就看看怎么看 预计肯定有很多东西 到时 又灌一些巨空 什么的 超级的 什么的 就是说 多少 三十几F 那些 到时看看是如何 到时会公布 三维 三维公布了 原来他最夸张 几乎跌下来 几乎跌下来 大度 难怪之前要包含了 一不包含 就马上被记者追问 大家很寒 目測都是有钱女 应该也是在不同地方 大家可以去IG跟进 世界各地了 看来 你看到那些贴身 左边 那件白色衣服 贴到包不住 真的夸张得 像有一些寒风的感觉 多大一个可能性 你看到 不得了 希望能进入 进入就多东西看 多东西看 多话题 这些话题性人物 没什么不进入 而且他自身也有一个条件 除了身材 因为有个很独特的寒风感觉 再来就是其他的 就是赫尔林 Michelle 也是继续来 但如果反观Michelle 进入了几次 衣着就不及其他阶励 反而赫尔文 挺好 有些的花 一直落到裙子下面 挺漂亮的 也是实而不华 那种 但其实很美 也算是 不知道这个是赫尔文 还是这个 我们也太多 希望能先进入 右边 那个 又好像电视台 其中一个四五线的女艺员 这些都不错 很强 其实要筛选 也不移 以至这边 瑜伽老师也来了 另外 演员的妹妹 泳琪 没记错 也能进入 这些都大机会进入 还有些是中游分子 可能中间的那些 左边也像是内地佳麗 最终有多少内地佳麗 是进入这个决赛最后 右边好像第一次见 是不是又改了形象 这几个都不错 中间那个 中间也有点像冯盈盈 这个反而有点像冯盈盈 右边那个也不错 左边好像第一次 也是脱电弯了头发 你看到那些行李箱 没有行李箱可能在右边 在镜头外边 这几个都不错 应该也能进入 这几个 然后那个遮住了 不好意思 中间就是中游分子 然后右二 好像笑起上来 面很大 然后右四 我们右边第四个 就觉得那些 还是节目流行当时的主持人 然后年轻版的黄军兴 全部都进入了 最终是西多个 中间那个就是演员的 梅泳麒 左边有一些内地风情 右边也是不错 这几个都是黑马分子 中间的应该会进入 然后再来 这些可能会问一些 如果要贴哪些不行 可能都是这些 而我固定是一堆 这些应该问少少 那就没有了 有些可能都记录少了 始终都不是亲身现场型 都是在香港01那里 组合下来的那些图片 来到这里 回到封面 这四个当然是 成为会是焦点话题人物 其中那些退了选就可惜了 钢琴女神 哎呀 彈回一言 还好希望他进入 但是似乎也是 今届偏向一些高大的 你没有168以上 很多这些 黄敏慈那些可能170更多 黄怡然那些可能175 你没有那些高度 似乎今年也挺难算 包括紫船 他不够高大 我想都是168 165 那些都还好 看看你又怎么看 这个第三轮面试 实力几平均 也有不错的一些 水准的阶励 看看最终 正式如果确定到哪些 能入到围 就再跟大家跟进 今集来到这里先 那么下面留言